早餐 不是 你這樣 吃早餐 早餐 真棒 有早餐吃 待會上班 記不記得答應了我些甚麼 記得 安全第一 上次出事 你知不知道我和兒子多害怕 那次真的很危險 那天阿強清潔大廈平台的天花板 他站在各三層的通架上工作 我就用A字梯抹槍 誰知突然大風吹來 阿強的通架七米多高 底一米闊都沒有 這樣的比例怎麼會穩 通架搭到這麼高 頂層和下層又沒有斜撐 支撐力當然不夠 架又不穩陣 大風就倒塌 阿強出事的時候 我就騎在梯頂抹槍 將梯原本抹著梯身兩邊的膠爛了 只是隨便找鐵線抹著 梯腳的墊又掉了 將梯搖搖搖搖 我就連人帶梯踏落地受傷 後來聽些有經驗的師傅說 流動式通架的高度 和最短底邊的長度比例 不應該大於3比1 通架要有斜撐加強穩定性 戶外用通架 更加要落腳撐或者綁緊 不可以用來做事 梯只可以用來上落 不可以用來做事 用通架要合資格人士檢查 簽法5號表格才用得 所以要記住工作安全才行 是的 開餐 好 開餐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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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